那么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排斥这个词 这个书重点词特别多 我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Repel Repel 表示排斥 它本身可以表示物理上的含义 两个东西倒了一块 把这个东西排斥开 可以用它注意是急误动词 可以直接加冰 Oil repels water 表示油和水是互相排斥的 油是排斥水的 两个东西不能相容 排斥开叫做repel 这个它的反义词 我们知道完美反义词就是attract 我们本文中就出现这个词 这两个词同时出现了 attract and repel each other 彼此之间吸引和排斥 我们再读一下反义词 attract attract 这个吸引我们在第九课 飞猫那个fascinate 这个单词中咱们也讲过 表示吸引吸过来 排斥走叫repel 但是我们知道repel在生活中 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派生意 表示令某人讨厌 为什么 他能把这个人推走 所以是令某人讨厌 注意这个含义 令某人讨厌 注意主语斌语的位置 比如说 his behavior repels me 他的行为举止令我觉得厌恶 是谁讨厌的 他讨厌的 是他的行为让我觉得很讨厌 就把我推开了 是这么一个 再比如说 the food repels my stomach 这个作为固定句型都背起来 是什么意思呢 我不爱吃这个东西 字面是这个食物令我的胃口觉得讨厌 这个食物把它胃口会推远 表示我不爱吃这个东西 叫repel one's stomach 可以这么来说 同样肚子胃口 既可以动成stomach 也可以动成stomach 都行 就是令我的胃口觉得很讨厌 我不爱吃这个东西就好了 也是这么用 很类似 当然我们看到这个 令某人讨厌 作为一个重要的派生意 表示某人讨厌某人或某事的时候 那只好用被动了 你看他是令某人讨厌 如果中文中 我说我讨厌某人某事 用这个词必须用被动 我说了 主动被动不能通过中文判断 使用你选用动词搭配决定 他既然是另某人讨厌 咱们用被动表示主动含义 我讨厌他的行为举止 I was repelled by his behavior 就是我被他的行为举止给推走了 表示我讨厌他的行为举止 注意这是用被动表达主动的含义 这是个重要指示 还有他的同根的形式形式 就是令人厌恶的 令人讨厌的 我们再大声再读一下 repellent repellent 令人厌恶的 令人讨厌的 例子很多嘛 repellent smell 令人厌恶的一些味道 repellent behavior 令人厌恶的行为举止 都可以用它 它来自动词repell 其他种东文 后面加过去分词 后面加借词办案 表示某人讨厌 都用被动 后面这个形容词呢 跟他们是一一对应的 同根的形容词 我们分别大声来读一下 先读第一组 动词 repell 好 形容词 repellent 第二组 动词令人厌恶 repulse 再来一遍 repulse 再读形容词 repulsive repulsive 令人厌恶的 再读动词 令人厌恶 revolte revolte 再读形容词 令人厌恶的 revolting revolting his revolting behavior 它是令人厌恶的行为 最后一组 disgust disgust 这组大家可能最熟悉 本身可以表示 令某人作偶 令某人恶心 派声音是令人生厌的 再读形容词 令人作偶的 令人讨厌的 disgusting disgusting 这个词大家可能最熟悉 注意这四个动词 如果要表示厌恶 讨厌 某人漠视 只能用被动来表达 咱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23课 114页 第三行末尾到第四行 23课 114页 第三行末尾到第四行 出现了 刚才我们看到这些词 repulsive 叫令人厌恶的 You would not be able to understand why some people find a repulsive 你可能就根本无法理解 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 他令人厌恶 这个他指的是章鱼了 我觉得章鱼是美味佳肴 为什么有人觉得 他令人讨厌呢 令人厌恶的 叫repulsive 类似于repellent revolting 还有disgusting 这个是可以替换的 我们再看一个动词的用法 这个动词被动的用法 是出自疏忽练习题 咱们又有慧眼 去把它挖掘出来 我们看一下 109页 疏忽提的第十一题 109页 疏忽提的第十一题 动作快一些 把书打开 109页 疏忽提的第十一题 这个是未来 我们会讲到的 第十一课 就是丹尼尔·蒙多萨 讲拳击运动员这颗书 可能大家在课下看过了 或者至少看过中文翻译了 当小时候翻过 你看他怎么说 汉弗莱斯 Hanfries 第十一题 109最下方 Hanfries soon became什么 Mendoza's success 门多萨啊 慢慢开始怎么样呢 开始嫉妒 这个汉弗莱斯 开始嫉妒 门多萨 他徒弟的成功了 这个里面正确答案呢 应该选择A选项 B jealous of 表示对什么是妒忌的或者是羡慕的 前面这个必动词也可以换成become 就一般过程是became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看到bcd的含义也不能说错 b选项become或者be disinterested in 这个disinterested表示公正的不偏向的 在本文中不符合原文中的语气 原文中表达的是妒忌 公正的不偏向的叫disinterested 注意不要发现出不感兴趣的 不感兴趣的是aninterested 把前面那个dis去掉 换成un就好了aninterested c选项这个搭配是对的 前面有be动词或者become 可以换成berevotedby 什么意思呢 表示厌恶或者讨厌 这个被动表达主动的含义 老师讨厌学生的成功 这不是讨厌 这感情不对它是嫉妒 但c选项搭配是正确的 被动表示主动含义 d选项bechangedby 被徒弟所改变了 这个根本不符合原文意思 所以这个题选a是正确的 但c选项搭配完全没错 只不过呢不符合原文的含义 是这么一个 好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repell 这个重点词 咱们顺便可以看一看 它的字根 这个repell里面有个重要的拼写 就是pel 大家记住出现了pel这个拼写 一般的含义都相当于push 相当于推 跟推相关的一些 咱们可以多看几个 你像这个repell本身表示推回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re这个字头 意思特别多 其中有一个常见意思表示back 表示回去 你要后退 recede 就是go back 走回去 刚好推回去 push back 推回去不是排斥的意思吗 再读一下repell 顺便记住re的字头的重要含义之一 是表示back 还有我们后面这两个在第一个单词表里面讲过 今天是复习 分别来一下compel impel 这两个词本身都可以表示迫使某人去做某事 使某人觉得必须做某事 但我们看到pel表示推 co或者cum cun都表示一起 大家一起再推 老实说过 这个一般都强调外界的动力 外界的压力 别人推它 不走不行 但impel呢 我们知道im或者in是表示 在里面 里面有个力量在推 所以这个词一般都想到内心的动力 就是不做是人情 但我做呢 我做是人情 不做是本分 没有人逼着我做 但良心不安 我觉得必须得这么做 它的搭配 我们可能在以前见过 觉得必须做某事 叫be compelled to do 或者feel compelled to do 或者也可能用be 或者feel impel to do 都是觉得必须做某事 当然含义不同 用compel这个词子的中心词 强调外界压力 用impel强调内心的动力 良知 正义 责任感 道德感 等等 这个去复习 我们在第一课 生死表中 是说过这两词的编习 今天重点看看 这是同根字 还有呢更多 像这个expell 我问大家老师说过 ex表是什么意思 ex表是在外边 刚好推到外边去了 叫开除了 从工厂里边 从公司里边 从学校里开除了 he was expelled from school for bad behavior 他因为行为不端 被学校开除了 这是开除某人 用他注意发音 后面要酌话 在里面 expell expell 好 不要动成expell 还有后面这个词 大声在里面 propell propell 这个词表示 往前推进的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p-l p-l表示push p-r-o 这个字头本身 就表示forward 向前的意思 你看前进 叫progress 往前走 刚好往前推 叫推进的意思 一般形容什么 汽车呀 飞机轮船 它的动力 比如说 the boat is propelled by steam 这个船 是被蒸汽 所推进的 你看这个 一些交通工具的 推进器 就会叫propeller p-r-o p-e-l l 重点词 我们就修到这儿 下面又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词 就是我们说这个灯火或者烛光在摇曳闪烁 就有点树影摇窗 这个感觉很优美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这个词 跟老师大声来遍 flicker flicker 这个词表示灯火或者烛光摇曳扑动闪烁 这预灭一会儿又亮了 这种感觉叫flicker 这个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the candle flickered in the wind 你看用在这个场合是恰如其分的 这个蜡烛在风中摇曳闪烁 一会儿快吹灭了 风小了 又旺起来了 又着起来了 叫扑动闪烁 可以用flicker这个词 但是这个闪烁 咱们的应用中表达特别多 用的时候呢 不要把它搞混了 下面还有个词叫微弱的在闪烁 尤其用它指星光最常见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tinkle twinkle 你听这个声音就好像听到 twinkle twinkle 微弱的在闪烁多指星光 你看这个女生Jane Taylor 在一首诗中就出现了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 小星星一眨一眨的 好像天上镶嵌的钻石一样 这个一盏一闪一闪 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就跟twinkle twinkle 用这词了 一闪一闪的 那跟它类似的还有好多 比如说有一个词呢 指明亮的在闪烁 而且特别强调 很多亮点在发出耀眼的强光 这个时候用这两个词更常见一些 我再说一遍 很多碎碎的亮点发出刺目的强光 我们跟老师分别大声读一下 先读第一个 sparkle sparkle 再读第二个 glitter glitter 也是表示闪烁 它一般强调很多碎碎的亮点发出刺目的耀眼的强光 在哪些情况下有很多碎碎的亮点呢 比如说一枚切割好的钻石 很多切面发出刺目的强光 波光淋淋的水面 是这样的吧 树叶间照射下来的太阳光 很多碎碎的亮点 还有清晨 草丛中的露水柱 在反射太阳光 一大堆碎碎的亮点 可以用它更好一些 同样我们看一些例子 The diamond sparkled in the sunlight 这颗钻石在阳光下朔朔放光 大家可能能想象到很多亮点在闪烁 还有的我们看 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 一个名句 他说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 这个句子结果很短 但你发现是个复合句 为什么呢 这个All是个先行词 后面这个That glitters 是一个定语从句 这个That是关系代词作主义 Glitter是定语从句 里面的微语动词就闪烁 闪光的布都是金子 在这里面是用了一个部分否定 这个部分否定 这个知识未来 我们到了第46课里面会讲 咱们知道这里边Glitter表示遍地的黄金 在闪耀发出刺目的一些碎碎的亮点 这种光可以用它 这两个一般是可以通用的 可以通用的 但是名句中 那么大师用武的词 咱们名句不能在自己体换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本文声词表中 另外一个声词就是Flash 也是闪光 但这个词强的突然间 发出一道强光转瞬就熄灭了 咱们听到这声音就能感受到这个动作 再大声里面Flash Flash 声音短促强烈口型大的 表示一道强光转瞬就熄灭了 那么这个词呢用当动词当名词都可以 发音拼写完全都一样 咱们看看一些简单例子啊 比如说当名词来用 我们在以前见过 可以当闪电的亮词 就是一道闪电 它的特征 亮一下突然间就灭了 我们大声带着加 A flash of lightning 注意不是lightning 也不是lightning light 中间那个t又是失去爆破light 舌尖顶上去 停零点一秒钟 再发那个name 在里面 lightning 往在一块读一遍 A flash of lightning A flash of lightning 好 这是一道闪电 一道亮光 哎 一转眼就没了 还有个搭配叫 A flash in the pan 我们说这个pan 叫平底锅的意思 这个flash呢 表示突然发出一道强光 我们说这个平底锅呢 倒是能闪 拿回家里 啪 闪着一下 就亮不了了 为什么 一炒菜锅底就黑了 再也亮不起来了 所以这个叫平底锅底下的一闪 是什么意思呢 整个是黄颜色的 说明这是固定的一个习语 咱们直接翻译成 昙花一现 形容短暂的成功 也就成功的一下 后面再也亮不了了 几空锅亮一下 后面就黑了 就这个意思 昙花一现 短暂的成功 咱们看一下例子 His first novel Proved to be a flash in the pen He never wrote another 大家还记不记得 Proved to be 还记得吗 被证明是 对吧 这个to be还可以去掉 他写的第一部小说 被证明是昙花一现 为什么呢 再也未能写出第二部小说来 就这一锤子买卖 然后再写不出来了 这种短暂的成功叫做 A flash in the pen 好了 这是我们总结了一下 在我们这个三次测范围之内 我们常见的这个闪烁相关词汇 大家看到英语词法 还是特别细腻的 好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呢 就是最后一个重点词 我们来看看放射或者发出 跟老师在大声来读一下 Emit Emit 注意 这个字母E和字母I 在单词中间都发短音 注意不要读Emit Emit 而是E M E 发E 不是E 而是E 跟爆树一样的声音 再来一遍 Emit Emit 老师说过 在单词末尾的这个T 还有T 这个舌尖爆破 读快了之后 即便没有后面的辅音 也会失去爆破 读成Emit Emit 最后舌尖顶上去 憋住气 这个T没有喷出来 再体会一下快点 Emit Emit 好 Emit T 变成Emit Emit 这么一个声音 叫放射或者发射发出 但是这个词指的 这个放射或发出呢 一般是指抽象的 摸不着的东西 它可能能看到 能闻见 但摸不到 比如放射出一些 什么光线啊 热量啊 什么气味啊 什么电流啊 等等等等 能够看到 可能能闻到 能感受到 但就摸不到 这些抽象的东西 我们用Emit 这个词更好一些 比方说看例子 Fireflies emit light but not heat Firefly 就营火虫了 那么单数呢 是F-I-R-E-F-L-Y 用fly这个词 复数去掉I 去掉Y之后 变成I-E-S fly做名词 可以表示苍蝇的意思 放在一块呢 着火的苍蝇 就屁股会亮 这种萤火虫 萤火虫能发出光线 但是却不能发出热量 你看发光 发热 都可以用动词 Emit 一个动词搭配就好了 萤火虫发出是冷光 能发光 却不能发热 这是表示放射 跟它类似的 有好多词汇可以替换 有一个可能中学老师 讲过 发出光线 热量 气味 用这么一个短语 我们大师那边 Give off Give off 发射出 放射出 可以用它 还有一个词 跟它类似 在那边 Discharge Discharge 也是可以表示 发射出 放射出 这个尤其是指 什么抽象的 摸不到的事物 咱们用它 更多见一些 但注意做个辨析 如果要是表示 发射什么火箭 什么导弹 这种大家伙 咱们都换词了 这时候用emmit 就比较可 很可笑了 我们用这两个词 大师里面 Launch Launch 发射 一个火箭 卫星 什么导弹 用这个词 更好一些 这是大家伙的发射 叫Launch a rocket 发射一枚火箭 Launch a missile 发射一枚导弹 当然这个导弹 英联邦国家 一般都是missile 美式 在北美洲 多数人都是missile 都行 还有Launch a satellite 发射一枚卫星 都可以用它 所以这个呢 发射跟上面这几组 把它分开 不要把它搞混了 把它弄清楚 就好了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 这个emmit这个词啊 你发现本身 也有一个重要词根 所以这个书 有很多词 带有一些五星级的词根 是什么呢 第一个 我们这是字母E 我们刚才说了 有的时候用ex 它表示out 向外 这个方向 这是没错的 但后面有个偏小 叫mit 这个mit 表示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sand 送的意思 所以emit放在一块 就是sand out 送到外边来了 不是发射出去吗 原来在内部藏着 现在光线味道 出来了 就sand out 所以emit 表示这个 放射 发射 就好了一些 记住mit 不是麻省理工学院 表示sand的意思 我们多看几个 你像这个summit 是常见词了 我们知道summit 这个词可以表示 在下方 它常见的意思之一 是在下方 你看潜水艇 叫submarine marine是海洋的 submarine 在海洋下面 叫潜艇 然后后面这个mit 还是送 就不说了 刚好从下面 送上来 从下面往上送 这个意思特别多 第一个可以表示 上交 我们向领导 上交一些材料 学生向老师 上交一些作业 可以叫上交 派生意 也会是屈服 或服从 我把东西都给您了 供品都给您了 服了 屈服服从 也可以用它 这是从下面往上送 有着自根之后 这个特别好记了 我们还有常见的 这个也是五星级 重点动词 我们知道这个mit 还是表示送 不说了 前面这个trans 这个是表示across 穿过去 从这边到这边 穿过去 多好记呀 trans跟中文中 穿 发音特别像 从这边到那边 跨国婚姻 就用transnational marriages national是国家的 transnational是跨国的 可以用它 那同样的 从这边送到那边去了 原来是在这边 送到了那边去了 这个词刚好叫 传输或传播 从这边送到那边 穿过去了 传输或传播 一般表示什么 电视台的节目啊 信号啊 甚至表示机命的传播 都可以用它 我们看例子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这叫性病 性传播疾病 这是这种病 是被传播的 sexually通过这个途径 传播的病 叫性病 可以用它 我们电视节目 也可以用它 你看 the US open will be transmitted live via satellite 这个open 在这叫公开赛的意思 放在一块 the US open 就美国公开赛 这公开赛这个词 未来在21克咱们会讲到这个词 那么怎么样呢 将通过卫星会现场直播 这个why啊 是个借词 是通过某个方式 手段途径 satellite 怎么见过 就是卫星了 通过卫星 借频短语 怎么样呢 be transmitted live 可以跟后面形容词 同时记住 这个live在这 叫现场的 a live show 现场秀 现场表演 那么刚才看到live这个词 也可以表示活的 也可以表示带电的 还记得吧 live wires 带电的电线 在这是现场的 be transmitted live 叫现场直播 注意 transmit中毒病结 双斜T 加1D 这个拼写 不要跟我错 就好了 这还是跟这个宋相关 再看几个 还有个词叫做vomit 注意中音在前面 跟老师大声读下 vomit vomit 字母mit 还是表示送 前面这个view呢 一般是跟吃东西相关 表示eat 刚好把吃的 送出去了 但这个不能发现 送外卖 跟那送外卖的是两回事 把吃的东西送出来了 这叫呕吐的意思 哎呀胃口不好受 热着呼呼 送出来了 这呕吐 说的恶心点 但这单词确实是这意思 我们大声再读下 vomit vomit 还是动词 叫做呕吐 还有一个呢 叫省略或者删除 也是常见词 那个omit 里面又有这个mit 也是送的意思 字母这个o 或者ob两个字母在一块 都可以表示away的意思 把这东西送走了 原来在这不要了 弄走了 省略或者删除掉 咱们文本编辑时 用它用得多 在大声度下 omit omit 这我们总结一下 由这个imit这个词 总结一下 跟mit相关的 一些重点的同根字 好 18课的声词特别多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我们重点的词汇 跟老师就学到这儿